今天這堂課我們來再給它認識一下石波羅蜜 這個 其實我給它認識石波羅蜜 那個石波羅蜜我們最清楚的就是六波羅蜜 六波羅蜜再加上那個什麼 粒波羅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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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什麼方便波羅蜜 然後再製波羅蜜 再加上四個 本來的麥不要再任人為主要 不要再以六波羅蜜為主 然後以那個石波羅蜜為主 好啦 我們現在開始了 第一個是要談波羅蜜 那個談波羅蜜就是布施波羅蜜 那布施波羅蜜這邊 我們看喔 就是所有的善根 為求佛制 施以眾生 成為那個布施波羅蜜 那麽這個當中啊 那怎麼做呢 也就是說 你要不生死死 不取色相 為利益一切眾生 令眾生心滿腹 內外攜捨無所操 為堅定者什麼 讚嘆布施 這是堅定是什麼 所以布施波羅蜜 所以布施波羅蜜在渡堅 渡堅 好啊 這個 雖然是那個什麼 文治相 他也了解 可是他要了解說 他那個 所有的善根 為什麼要修這個布施波羅蜜 就是說 為了求佛制 為了求佛制 那個所有的善根 從所有的善根去做起 然後這些都要回向給眾生 這就是布施 那個 要是怎麼做呢 就是不生死死 不取色相 接下來這上面是不伸直爪 不伸直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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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說那個什麼 那個不伸不媚啊 內外攜移的時候 你站在不伸不媚的 那個 那個 角度 來面對萬法萬象 那時候就是故事 所以 裡面不伸直爪啊 外面也不伸直爪 不伸直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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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伸直爪 比如說 你這個什麼 你的心要抗 你這個要心要抗 要敵向 敵向 敵向就是不取色相 不伸直爪 不伸直爪 就是說你要抗 在那個狀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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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面對這些啊 這些 這些 所有的 那個什麼 所有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萬法萬象啊 那個 那個就是在故事 所以你一旦這個 比如說我們對眼根啊 對眼根啊 對這個眼根啊 你對眼根 所找的那個像 你要抗一下 你不取那個色相 不取色相 然後呢 你在這個 在裡面 我們講說你的肢劍啊 你最終就是你肢劍 我們講說那個肢劍啊 就是說你 你那個什麼 那個 潛乳根 鎖了的症啊 他送到眼根過來嘛 齁 說是眼根過來 那個關鍵點在哪裡 你知道嗎 上次就是說 那個 那個啊 那個 那個 關鍵點 也是那個什麼 也是那個 那個 聖文聖儒 是不是 一日呢 有死法存在 齁 那個時候 我們一直 齁 我們一直會卡在那邊 齁 不只我們的 所以其他 那個什麼 那一些大洞齁 齁 更沒有辦法 齁 會說 欸 有一個死法 這個死法不是真死法齁 這個死法啊 就是 就是那個關鍵點啊 就是在這個地方啊 齁 所以你那個聖文聖 他沒有辦法突破齁 齁 就是 就是在這個關鍵點啊 就是說 第一個齁 我們那個 無名一起來 無名一起來 就怎麼樣 風動 對不對 無名風動 啊 這個風動了以後 會不會 就會怎樣 風動 風動 你那個動了以後 就會有那種 動靜嘛 動靜就會有穩啊 就有聲啊 對不對 齁 就是我們第一個無名 無名 無名下來 就是風啊 齁 然後風下來 就 這個無名風動 就會有 有 有聲啊 齁 有這個聲音啊 因為這個動 齁 這個風一開始動 這個動的時候 那個動就是 你那個念頭就開始動 你這個念頭開始動 就會怎麼樣 就起了那個 那個什麼 色鏡 齁 就會起了那個 什麼 色聲香味醋啊 齁 齁 就會 就說 色一出來 就是那個什麼 香味醋 都出來了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那個在哪裡啊 它那個 這個 這個色齁 色是豬色嘛 齁 可是你那個 那個 色有的色就有什麼 香 味嘛 對不對 齁 有的醋嘛 香有香有醋 再過來就是 有的醋就有什麼 就有味啊 有醋就有味啊 齁 這個味齁 這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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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啊 他會 會 以為 這不是色啊 他會以為這不是色啊 所以 一直坎一下 他就沒有辦法過 沒有辦法去 去過這一關 所以 第一 在那個 記得嗎 就是我們講說 那個 你在破那個 劍蛇兩鍋的時候 在那個 歐國 他會卡在歐國那邊啊 有時候在歐國 你就落入那個什麼 斜道 落入外道 在這段 就 退出來 這就是卡在這邊 因為 說到這個色的關係 歐國就是卡到這個色的問題啊 這個色境 他不知道說 這個色啊 都是因為風 風洞 有那個 有的聲啊 那聲就有 有醋 有 有什麼 有香啊 齁 這些東西啊 這個他不曉得 不知道這個色 他不知道這個味齁 這個色的聲音 味啊 齁 這些東西啊 都 雖然是我們色是眼睛啊 可是呢 他不知道這些色 這些都是色喔 所以這個色你 你沒有去 不要去以為這個色 就是那個顏色的色 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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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所碰觸的 哇 你五根所 所了解 那個通通都是色 所以這個是不是 那個 那個很局限的色 黃色 白色 你眼睛所能夠觸 你 你包括 那個什麼 那個其他根啊 其他根 所碰觸的 那個都是一種色鏡 所以這個時候的色鏡 是那個 是那個 那個什麼 欸 是廣泛 所了的生成 不是我們很單一的 眼根所了的那個設 齁 所以他卡在這裡了 卡在這邊了 知道嗎 所以 他這個齁 他設 這個設 我真的 我也跟所了的 一般來說 不曉得其他 你比如說 我們聲根是觸 那個什麼 欸 耳根是蚊 那個什麼 蛇根啊 是那個腸 然後鼻根 鼻根是蚊 耳根是聽 鼻根是蚊 這些啊 他以為 對齁 他就是 你風一動 就有聲音啊 聲音就是耳朵 再過來就是會有鼻紋的那個 那個 鼻紋 然後怎麼樣 跪廠啊 這些東西 他不知道這些 都是色 銅瓜成色 所以他只侷限在這個地方 從事物證的心中很下宅 然後他就說 新中文下宅 那個腦袋的視野不大 就是因為他被這個束縛 所以他不了這個設計物 我們的院長 一直在告示物 他說 你不了色相 不了那個設相 那個關鍵在這裡啊 但是啊 所以他不知道有一個實際的法存在 他是不是有一個實際的法 但是他不知道就是說 這個實際的法 還有卡關卡在這裡 所以那個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就是執著啊 這個就是執著 因為裡面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破 外面好了 離相打個辦法 說 離相離相 我不找那個 不找那個相就好了 我不找相就好了 可惜 你來這邊啊 那個內法這邊啊 就是 還卡住 所以 那兩句話 就不聲直說 不起色相 這個 這個就是 你要做到這樣子 內外的能量 這個時候都可以利益一切做生 知道嗎 這個布斯 最後那邊呢 就是 為監令者 讚嘆布斯 我們叫布斯波羅蜜 它是在鍍肩盤 這是那個布斯波羅蜜 然後再過來 斯波羅蜜 這斯波羅蜜 是什麼 這個 詩戒 這個詩戒 這個詩戒 我們昨天有講 那理解 在玉公 昨天講一個什麼 換詩 詩什麼 詩破 詩 破 破 詩 破 破 詩 破 詩 這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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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這就是那個 那個詩波羅蜜 這個就是要 這個詩戒 波羅蜜 就是要 滅一切 諸 煩惱熱 煩惱就是 煩惱 就是一個 暗熱 這個暗熱 鋸齒 什麼 仲戒 無所著 永離偶曼 這個詩戒 就是在 在 那個什麼 就是偶曼 你可以 遠離 那個偶曼 就是 塗入一切 那個佛的功德海 早上我們講 那個功德海 就是那個功德障 的意思 一樣 所以 對這個 破戒的人 怎麼樣 對破戒者 要稱量 境界 這時候的境界 就是我們講的3G境界 清境界 清境界 所以詩戒呢 它是能滅一切 那個 詩戒波羅蜜 它能滅一切的 煩惱 那是煩惱熱 煩惱暗熱 按照 所以你雖然持了所有的那個什麼 所有的戒 比如說八觀哉戒 菩薩戒 持了3G境界 你雖然持了戒 你仍然要怎麼樣 要不執著 不要說 以什麼 以持這個境界 你就 就心得喚醒 這樣 你就會起那個什麼 如果你執著 執著所有的戒律 我都吃 我都吃得很好 那這個 供倒網路就起來了 這是那個 慈戒波羅蜜 然後是 殘體波羅蜜 殘體波羅蜜 我們講的是那個什麼 我們講那個什麼 忍入 忍入 就等於忍入波羅蜜 這忍入波羅蜜 就是什麼 你要慈悲為首 不損眾生 忍受一切諸惡 這個 與眾生的齊心平等 沒有動搖 就跟大地能持一切一樣 一切平等 一切平等 騙是一些耍性 有慈悲者 叫助大慈 這個慈悲 慈悲 慈悲兩個字 我們在 我們讀過 那個什麼 那個六組版面 我們讀過 慈悲 那個慈 那個慈 你要 嘴巴才能達到慈 我們講 你裡面 裡面 裡面 那個什麼 內外憑你都慈悲 慈 就是慈 裡面你要達到姓空 離空 那就是慈 這個 悲 悲就是 這個要離向 你從法 法義向來講 比如說 第一個 你慈就是要 要什麼 要離空 阿悲呢 就是要離向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 那個什麼 平等 一如 內外 一如 這個就是做到 那個什麼 慈悲 所以你要 不損眾生 就是說你要 不讓眾生 受苦 這時候就是 以慈悲為首 忍受 忍受一切諸惡 以慈悲為首 所有的那些 你就是要忍 所有的諸惡 所有的諸惡 就是這個 就是你這些 那個什麼 六根所長的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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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是諸惡 不是我們上兆的那個諸惡 對於眾生 要齊心平等 要 無有動搖 就是說 站在不生 不媚 的角度 來看待 那個生媚 這時候就跟大地一樣 大地就是一種平等 平等性 所以你要去騙思 騙思為 一切法性 一切法性怎麼樣 一切法性都是 異啊 都是平等的 如果有稱慧的人 你要叫他 叫他大詞 會有稱慧心的人 叫他修那個什麼 叫修詞 好 第四個 皮裏的波羅蜜 皮裏的波羅蜜是什麼 皮裏的波羅蜜就是精進 精進波羅蜜 這個精進波羅蜜 它的 它的 怎麼 那個什麼 它的 主要的 意義 就是說你要求聖善法 那個聖善法就是聖善法就是聖人的聖人 你要求那些聖善法 聖善法叫無有厭主 就是要不滿足 你要移位地去不斷地去精進追求 這是浮發重略 長秋米線 就是不要攜帶 諸有所奏 橫不退短 有猛勢力 諸有所奏 這個諸有所奏的意思 不是做我們那個諸有所奏 就是說你 你對 對所有一切佛法 所有一切佛法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精進啊 就不要攜帶 這個所奏 會讓我們 會讓我們 有 會承認誤解 諸有所奏 因為這個地方在講的是 在講精進啊 所以 你對佛法的 所有的那種精進 的方式 的態度啊 都不要有所懈戴 就有不退短 當然 勇猛精進 你只要勇猛精進 就是 怎麼講 就沒有能夠 水能夠來制服你的 在所有的功德 對於 那個功德 就是你 你如果某一部分的精進 那就是你的功德 那對所有的功德 怎麼樣 不會 不會怎樣 不會 你得到那個功德 你得到那個功德 你也去 你不執手 都得到我什麼功德 你不要是執手 不用 比如說 我共花 共花有功德 你不要說 菩薩 那個什麼 菩薩對我 對我的共花 很歡喜啊 會給我 呼呼掌 你就很歡喜啊 所以這話也就是 不要是執手 不取不捨 不取不捨 能滿足一切智能 那個一切智能 就是你祝有所多 你精進了 所有的那個 你精進了 就是可以滿足一切的智能 懷疑腦害者 你心忍入 腦海 有煩惱 那個 有煩惱 那個煩惱中的人 叫他 要修忍入 這個是 那個什麼 精進菠蘿蜜 再來 蠶 蠶那菠蘿蜜 蠶那菠蘿蜜 就是一切 我們講說 蠶菠蘿蜜 一切智道 藏現在前 會常散亂 一切智道 就是 會 會讓我們 長智慧的 這些法門 這些法門 你常常 要經常去 一個一個的精進 而且不會散亂 這是 藏 藏 菠蘿蜜 這個 因為 因為 那個什麼 現在有 開始碰觸到 圓絕經 圓絕經 那佛法也好 不過 對禪定 對禪定 有三種說法 一個是 三摩摩迪 一個也是 齁 藏 一個是 一個是 殘難 一個是什麼 歇磨 齁 這個 有一個 那個圓是圓形的圓啊 哦圓滿的耶 圓滿的耶 圓滿的 現在我們有在碰碰這個嗎 所以這個圓絕經裡面講就講 講那個什麼 佛在教眾師那種 那天經講嘛 就是說你要成就一定透過禪定 你沒有透過禪定要成就 無可能的事情 那在圓絕經就講 在講說禪定 它就分成三種 三種 一個是三毛波及 一個是長那 一個是深毛那 這個圓絕經裡面會很詳細的介紹 叫你修 這個就是說第一個 沒有 因為這個嘛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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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很 那我們很明確 知道說 什麼它是什麼 長那是什麼 還有 三毛波底是什麼 我們會 那個 但這個都是因為 這個是那個 換 你換成那個 我們的華語啊 換過來之後 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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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個就是說 你把它 用 用 用 我們的語言來說 一個就是 就是 定 一個就是 關 就是 關 這個關就是 我們都是都被誤導的 這個關啊 對於說 啊你觀想 那個什麼 佛啊在我的頭上 關那佛在我這裡 關那佛在我身上 那不關 他們的關 他們真的有關 是這樣子的 然後 定啊就是像 我叫禪定啊 齁 那這個定啊 如果在佛法裡面 講定啊 應該是 你那個 阿納波納法 用阿納波納法 用阿納波納法 來說這個定 齁 啊這個關啊 這個關就是 就是 就是 那個 以我們 以我們 那個所 那個所 所接收到的 那個 那個 知識啦齁 我們那個經典他們所 得到的知識啊 這個關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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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關場的關齁 齁 這個關齁 這個關齁 就是 你阿 你整個空掉之後啊 你整個空掉之後 我們講說 你住在不生不妹 來看這個生妹像 那個時候就是關 那時候就是關 很自然的 所限出來 那個就是關 不是說 用你的那個意思作為 去 關 那個不對 啊 屬息啊 齁 這個屬息 尤其屬息很容易 就是最明顯的錯誤啦 齁 最明顯的錯誤啦 這個屬息在哪裡呢 那個安拉不到 我還能講話 這個屬息齁 就是說 那個 你吸氣 吸氣 吸氣到那個 丹田齁 我們說丹田就好了 你吸氣到丹田 大概停一下 燉一下 因為等於說你在換氣 跟油油一樣的換氣 你燉一下以後啊 吐氣 吐到底以後啊 再燉一下 這個燉齁 不是故意要讓它停 你要燉一下 等於都在換氣啊 因為你吐到 完全 吐到空的時候 你像旁邊再吸回來 不會不可能 知道嗎 所以你要稍微燉一下齁 等於調整一下 然後再開始吸 這樣會比較順 你在那邊 那個什麼 吸停 齁 再吐停 然後再吸 再停 吐再停 這樣一個 這樣一個 作為啊 那個都是屬息啦 齁 所以屬息 不是說 你選屬1、2、3、4、5、6、7、8、9 不是啦 都誤導掉了 齁 所以你要從安南波納海那邊齁 去 去 去把他 去把他 提悟說 那個佛教的屬息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叫做屬息 不是說 我從1、3、4到10 你從1、4到10 你的意念裡面 就有那個在 那個意念 就一直有那個數字的存在 你一旦有數字的存在 就會落入那個值 落入分別 這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屬息 是那樣的方式叫屬息 那樣的方式叫屬息 你都要記住 所以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這三個東西 你用我們的語言 就是這樣子 可是 大家不解其意 方法都錯掉了 所以這個 在元節心裡面就會有 佛會會叫我說 欸 你要怎麼修 這總共三個加起來有25種方法 元節心裡面 這三個 兩邊接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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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這個 再修這個 再修這個 或者你修這個 先修這個 再修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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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虛站 這就是這樣 你元節心好好去讀 他結論 就會說 你比如說你先修這個病 你先修病之後 定入到定靜的時候 定入到定靜的時候 這個時候 那個 關的線條就會出來 關的線條就會出來 或者說你從修習 修這個方法 就是修習 這個修習 你修一下 你從這個修習 那個方法上修 你可以達到病 所以這個是這三個東西 所以這邊講的那個 這個殘納 就是講那個殘定 殘菠蘿蜜 這個叫殘菠蘿蜜 就涵蓋這三個東西 就是沒有 因為這三個方法 都算是我們的殘 都可以進入 都可以進入 所以這個殘納 當然講是殘納菠蘿蜜 好啊 在那個殘菠蘿蜜的境界裡面 叫無所攤佐 諸四弟定 諸四弟定 諸四弟定就是四產八定 四產八定 你要保持五所攤佐的心 四產四產 四產 一直成就 那接下來 因為你殘 修殘的人 很容易露怒磨到 所以要怎麼樣 要保持正思維 不住不出 能消滅一切煩惱 出生無量商魅 那個無量商魅 就是你進入某一個定 進入某一個定境的時候 那三魅都出來 所有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三魅們 就一一省現 就是入無量商魅 那入無量商魅就可以知道 一切 三魅的境界 跟一切三魅的三魔波體 致應不相违 有病 若攜帶者 另起精進 這個致應不相违 這個應 你這邊清靜之後 那個什麼智慧 不管你的智慧是多或是少 智慧就現前 那這個智慧現前 你這個智慧出來 會怎樣 概念 我們下面寫了一個海印 海印三魅 海印三魅 就是說 你那個火的智慧 就跟那個什麼 海 海面 晴空萬景的時候 你如果坦德跟水面面一樣 你會看到 所有的那個境界 都會投射在海裡面 大海 大海裡面 這樣可以想像嗎 那個就是海印 所以這個智慧稍微出來 你就會印到哪裡 印到一切終身 所以說海印三魅 就是這個意思 用那個海的那個 用那個海的那個現象 大海的那些現象 呈現出 那個智慧就跟海印一樣 印出什麼 印出一切終身 印出一切縱向 來 這是那個 蟬納波羅蜜